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把酷论 这一期我就讲讲徐思远 他的一些最近的一些关于 嘲笑耿小男胸大之后的一些推文 还有一些视频 他做出了一些回应 今天他做了一个视频 就叫继续谈英雄的问题 做爱和乳房很下流 在这个视频之前他发过一个推文 他当然也是坚决的不认错 他怎么说呢 他说再说一遍 那个叫耿小男的女人 除了胸大 我从未见过她有什么思想 革命家们都不是人养的 所以他们痛恨女人胸大 先来说这条推特 这条推文就觉得挺逗的 因为大家应该还记得 他嘲讽的那条推文 是一个叫二大爷的推友 他推文的内容是说 耿小男这个人非常的豪爽 仗义 一直在推动中国民主 然后去经常去结交 帮助一些人 然后就是说是一个侠女 是吧 所以说 这个他这个胸大的评论 是在基于这种 这条推文的 这种回复这条推文 那么徐思远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说人家胸大 并且说 再强调了一遍 说除了胸大没有人和思想 这个整个这个话题就非常的拧 就说什么呢 就比如说徐思远你妈死了 参加你妈葬礼上的人就说 哎哟 徐思远他妈胸真他妈大呀 就跟这个东西一样 知道吗 别人都在说 这个追悼会上都在说 徐思远你妈那个 你妈的那个 光辉的一生什么之类的 然后说一些你的这个功绩呀 什么之类的一些 唯一人哪有多么好然后呢 但是你突然来了一句 你妈胸 那么大 是吧 你觉得这合适吗 这就是徐思远的这种逻辑啊 我都没法说了 下面我再说一说他这期视频里边 谈到的一个这期视频 谈英雄 问题还有乳房和作爱很下流嘛 这个他这个视频的前半部分呢 主要是在谈 估计被扯了半天呢 主要是在谈李文亮 是不是英雄 不是英雄 如何如何 这部分我稍微说几句吧 就是说 李文亮是不是英雄呢 他不是英雄 但是有些人确实会容易 在这种舆论场啊 容易把他抬得特别高 他确实只是在他的同学群啊 同事群啊 发了一些啊 这种消息 然后呢 这个消息就从这个 他这个群里边 扩散到了整个全社会 然后呢 他又感染了新冠 他被指造谣 然后感染新冠又死亡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说他是一个英雄 确实说不上 但是他也 也配得上吹哨人这个称号 所以 徐思远整个就是 在 大战 大战风车 是这样的一个 狂打稻草人 因为 因为不论是耿肖男也好 还是李文亮也好 并没有人把他捧成说 他是一个英雄 如何如何 不能够批评 什么什么 都没有 其实并没有出现这个 他只是说 他又自己竖了一个稻草人 说中国人喜欢败偶像 竖个 喜欢这个 怎么着 把谁 谁谁都成了英雄 随便一个阿玛王狗 都成了英雄 什么的 这是他 本身 这就是他的一个稻草人 因为没有人 人家 比如说 那个二大爷退友 只是说 耿肖男这个人 为人多么的豪爽仗 也一直在 推进中国民主 言论自由 什么 他并没有说 耿肖男是一个英雄 是一个不能批评的 一个神 像徐思远眼中的 川普一样的 他并没有脸上 所以你这完全是 一个稻草人 下面呢 就是说 他说 做爱和乳房 很下流 其实我刚才评论 他那个推文的时候 也已经说到 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 非常的不合时宜 知道吗 但是这个问题 就是 做爱和乳房 当然不下流 油管有很多 讲这个性爱的 这个 两性关系 这个性爱的 这些视频播主 如果你愿意去讲 这个乳房 如何去做爱 如何去 去把玩乳房 刺激乳房 你可以去 开一个 那个性爱的频道 你去说这个 你去说这个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问题 就在于 人家说 耿硝男 这个人 怎么怎么样 你当然也可以 提出不同的 探法 你可以说 耿硝男 这个人 我跟他吃过几次饭 然后我觉得 这个人他不好 我说他哪里不好 或者他的某些观点 我非常的不认同 你可以说这些问题 但是你突然来了一句 耿硝男 的胸好大 你这不是傻逼吗 按照你这个逻辑的话 那我就很 那徐思远 肯定是 比如说 徐思远我见了你老婆王琴之后 我说 王琴你那胸好大 然后 还有就是说 我见了你王琴之后 我说 徐思远昨天 有没有给你做爱 徐思远昨天 怎么着玩你的胸 你胸这么大 徐思远玩的 是不是特别爽 你觉得这是一个 合理的一个 正常人的行为吗 这就是徐思远 徐思远在这个视频的后面 还说了一番 特别他妈的 还是没有逻辑 就非常傻逼的一个 连做爱和乳房都成了禁忌 难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做爱和乳房 更加美好的事物吗 难道不是人性如此吗 难道我们不就是 从那个地方生出来的吗 我们只要承认自己是人类 就应该知道 但我们的生命的起源 就来自于做爱和乳房 所以少跟我胡扯 说这是下流化 如果这是下流化 就意味着你连人都不是 因为你根本就否认了你自己人生命的来源 在那一期视频的最后 徐思远说 用一个反问句 首先是说 做爱和乳房 是乳房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 这是徐思远的观点 你可以去评判这个观点 但是说到这我就想起来 第一首先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说认为做爱和乳房是世界上最美好的 最好的事物 是吧 这点我不同意 但是我就想到了 徐思远不是停天骂 这人除了吃就是糙吗 我糙 徐思远 你怎么这么喜欢糙啊 是不是 你这五十岁了的人了 糙王琴的逼 糙子早他妈腻了 所以成天的在网上撸管 是不是 徐思远是不是 另外就是 他在最后还说 人类的起源就是乳房和做爱 因此少他妈装逼 这个乳房和做爱不是下流化 这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我之前说的 就是不合时宜 就像你会在你 你会跟王琴跑的一个小学 在一群小学上面前做爱吗 如果这个小学的保安 你说你们不能这样做 你们不能这样 然后呢你会说 你对那个保安就说 你少他妈装逼 人类的起源就是这 这不是什么下流的行为 这就是你 这就是你的逻辑 对吧 徐思远 你会在那三个 蝗虫的那面前 跟王琴做爱吗 你会当着你的 那个三个蝗虫孩子 把手伸到 那个王琴的 那个胸罩里面吗 你会吗 按照你的逻辑 好 我关于他这个逻辑 我也就评论到这 但是我有此还想到 一个什么 我就发现 对于徐思远这人 有两种可能 他居然说出 如此没有逻辑的话 如此就是 什么没有道理的话呢 我就两种可能 第一种就是说 他就是 死要面子 是吧 脸皮 用他的后脸皮 就是死不认错 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 就是说 他真的是这么想的 他这个人的这个 就是说 智商吧 就在这 是吧 我今天还看到 他的那个推文 非常的瞧不起 说小镇做题家 但是 但是以我 以这个徐思远 表现出来 这个智商来看 徐思远就绝对 就是属于那种 小的时候呢 那么树里话 全不及格 然后被周围的一些 小镇做题家 虐的他妈的 被人家吊打 然后于是对那些个 学习最为的优异啊 就可以吊打他的那类人 就是 对于是对那类人充满了仇恨 这是我的一种揣测 但是我觉得也颇为合理 就像徐思远这种 这种这把 鸡巴之伤 我操 他他妈的 要是树里话 能够上了 上了他妈的 上了初二以后 他妈的树里话 能够集合 我他妈 我他妈不信 好 呃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徐思远 赶紧玩王琴的入房去吧